8月8日,华语超人气赖舞王张杰空降重庆杜沙夫人蜡像馆 为其全球首尊蜡像进行揭幕 在现场众多星星们的卖力尖叫声当中 红色的幕布被栩栩拉开 另一个张杰出现在众人眼前 瞬间双结同线,难分真假 此尊的蜡像还原了张杰的舞台造型 其充满力量的姿势仿佛下一秒就将爆发出华丽的标志性高音 舞台霸主气场瞬间全开,点燃了现场 其不仅一比一逼真的在线里结识英姿 就连纯色等细节部位都实现了完美的还原 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叹不已 现场被问及为何会选择以此姿势入驻重庆杜沙 张杰真诚的说道 最后还是选择了一个有爱的这个首饰的动作 因为在我的演唱会上面 这就是爱的时候永远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首饰 那我觉得也是希望我像一个爱的一个出发点 能够散播出去,用音乐散播更多的爱 接下来的行程,杰哥也是安排的满满荡荡 国内巡演即将开始 杰哥说9月9号的重庆演唱会 相信附近的歌迷也会来杜沙夫人蜡像馆 看这个蜡像的 伦敦,米兰,澳门巡演也接踵而来 不知道杰哥接下来的工作中心是什么呢 有没有推出新歌新专辑呢 我现在在巡演的过程当中 当然也是在想着自己的新的歌新的专辑 其实出专辑 在我的这个计划里面 我一直觉得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扎实的一张 所以我想要在2018年的时候 出一张我觉得非常非常新颖的 然后跟之前有一些突破的这样的专辑 然后里面的音乐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改变 然后但是这些都是非常适合我的 也是大家可能很少见到的 张杰的音乐的样子 谢谢大家